字幕提供 關於成長 我認為子樂最重要的是 要多認識世界 擴闊自己的眼界 看多些不同國家的書籍 從書本中感受到不同地方的文化 他很能力 他教導我們道理 成長需要知道的東西 關於夢想 我以為林樂才可以 把他的夢想明確的目標 也可以看多些人物的傳記 可以在不同成功人士身上 學一些成功的要決 我覺得他的夢想不錯 他經常說話 放棄,經常努力 而明人講故事 我到時會帶我的女兒 一起去分享故事 記得帶你的小朋友 一起來聽 我覺得彬彬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朋友 令自己也可以回到他小時候 我覺得他很搞笑 而且他試一些東西 輸了也不會放棄 面對錯節的時候 我會看很多關於正向思維 和熱血的書籍 鼓勵自己堅持 繼續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書展的八大講座系列 會有多位例次作家 新書分享會 和心靈啟發講座 適逢今年的年度主題 多位青少年及兒童文學的作家 將會作出分享 今年書展 除了有世界各地不同的書籍 和很多藝術品 看到很多東西之後 你就會清楚了解自己多些 和這個世界多些 多位青年及兒童的文學作家 將會作出分享 各位小朋友 你們沒有問題想問問他們 為什麼要選擇創作兒童及青少年文學 寫兒童文學 我覺得最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可以天馬行空去想像 和小朋友才合讀 兒童文學 不只是給孩子們閱讀的 更是給成人來閱讀的 閱讀孩子的書 翻閱孩子的心靈 你會重新發現 曾經的自己 父母跟孩子一同在成長 你認為 遇到小朋友的成長 有什麼作用 書籍可以帶你去的地方 它可以導致你 去別人你從未見過 你會教他們 語學技術 你會延伸 世界的知識 這會發展 你的想法 這次書展有什麼亮點 書展的文藝囊 還會介紹領南文化 展出中國傳奇武術家 黃飛鴻的生平 以及其他領南藝術作品 帶領讀者全方位地了解 和感受領南的風土人情 另外還有新亞展區 國際文化藝術郎 它匯聚了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作品 The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Reading Seminar Series invites renowned international author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s from their creation process 從香港閱讀世界 同羅閱讀少年時 青少年級兒童文學 7月19至25日 香港書展 都市見 五月 monk information 五月 特首文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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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